長榮航空氣候女生 長榮退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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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暴力 暴力 兩百名長榮罷工空服人員 被一百多位長榮航空工作人員包圍 引發激烈衝突 長榮 長榮 平時暴力 長榮平時暴力 暴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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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雙方高喊停止暴力 工作人員手拉手不讓罷工空服人員前進 導致多兩百輛長榮巴士無法進出 場面相當火爆 我們的糾察線是我們幹部要守的 這邊沒有 不要造成衝突可以嗎 長榮空服員工聚集南砍長榮航運大樓 門口拉起罷工破極限 勞資協商會議破局 公會四點起正式罷工 導致二十號凌晨十二點前 桃園 松山 高雄 台中 出入境多達三十六行班 統統取消 旅客叫囂實在太誇張 怎麼辦啊 你們也到旁邊好不好 我們這裡 這邊請喔 那你會看到 這邊請 買其他的板機 但是這個資源他講不了 他講他不知道 不知道就乾脆不要在這裡了 唉 那就耽誤行程了 然後他會遺憾 我們為了他比一點你參加不到 所以說你要趕回去的 不只當天二十號航班受到影響 官方也釋出了最新消息 二十一號入境桃園跟高雄 六航班確定取消 二十二號也有四班已經取消 雖然二十三號還沒有取消航班 但如果罷工無法止寫 恐怕會有上萬旅客 統統受到影響 長榮勞資協商會議破局 如果無法盡速找到解決辦法 恐怕重新上演華航罷工慘劇 而再次受到傷害的 還是最無辜的旅客 記者綜合報導 記者 李宗盛